这是我国最大的火箭发动机 徐师傅正在对火箭的固体燃料形面 进行微整形雕刻 固体火药极其敏感 而且燃面的精度要求非常高 雕刻的过程中如果用力稍大 就会燃烧甚至爆炸 危险程度可想而知 所以机器根本无法胜任 只能通过细腻的手感来完成 这种火药韧性十足 颗粒也十分粗糙 雕刻的轨迹就很难把握 一呼一吸间 需要与切割的节奏保持一致 以保持用力均匀 一刀下去切成什么样 全靠师傅手里的经验 根本无法反复打磨 随着切割下来的火药变多 火药接触面积增大 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 所以每次切除完 助手都需要进行称量 每切割500颗火药 都必须装进防静电袋里 0.5毫米是允许的最大误差 而徐师傅只需要触摸一次 就能找到切削位置的尺寸 精确误差更是不超过0.2毫米 超凡的心理素质与高超的技艺 这就是在秦岭大山深处 工作了29年的大国工匠徐立平